诗词大会 白如云的诗译人生即将为您讲述 接下来我们请二号挑战者白如云 我叫白如云来自河北省形态市南河县好桥乡的一个小村子 我是一个农民 虽然说生活很辛苦 但是在诗词里面 我可以品尝到人生的喜怒哀乐 我觉得我很幸运 东青老师好 两位嘉宾老师好 特别高兴 特别高兴 能够在我们的上一场冲出了百人团 站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个你们有没有觉得白大姐说话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奇怪 跟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 说来有点话长 六年前吧 我生病了 画的是一个礼拜 她就在这个鼻子里边 做完化疗以后 这个鼻子 眼睛 耳朵 嗓子 她就全部连通的 所以我现在耳朵也听不太清 眼睛 老是流泪 生态 发育也不好 请大家多多担待 在今年的诗词大会上 41岁的白朱云出场仅仅二十几分钟 就成了几乎家喻户晓的名人 万千观众热情地用微博 微信 电话等各种方式 表达着对这个普通农家富族的喜爱 游泳到花流水上 你此中也最尊钱 你选到的是第三组题目 接下来是你的答题时间 请从以下九个字中识别一句近代的五言诗 我的答案是此中有真意 答对了 董卿经常在咱们诗词大会开场的时候 会说一句 人生自有诗意 像刚才白如云他讲的这一番话 他对诗的热爱 这不就是诗里面的真意吗 咱们诗词大会上一季 有一个选手 他叫黄冰霞 他是个陆线爱患者 他跟我认识 然后就是说同名相恋 就是还有一些联系 他先知道中华第二季要开始了 然后他就联系我 要不要去参加 咱们见一见 他推荐了一个导演 让我到导演上报名 报名以后就要面试 面试说通过了 通过了以后一直也没有消息 就因为可能毕竟咱们面向全国的一个平台 肯定报名的人特别多 我肯定就没选上 这事要一号打 说到五号的时候 你来北京参加录制吧 我就说有点懵 我还没有什么都没有做准备 其实没有想到会选上 我在最后一场的时候 已经没有想到我会上台了 凭我这个手速就是全部答对的话 跟大家一样正确力 我这手速肯定是不行的 也可能就是说有一点幸运的运气在那 就感觉只要上来了 我就感觉不惜刺刑了 对那个答题已经说 不在乎那个输赢成败了 所以说我特别幸运 她终于少一人 伟大正确 而今迈步从头月 答对了 祝贺你九道题目完全答对 她的得分如果能够高于11分 那么她将反超白如云 成为我们四位挑战者当中的胜出的那一位 显胜 显胜了 现在终于可以回到百人团了 我在那儿如坐针摘呀 现在是长江后浪 赔钱了 是吧 我现在也没有任何遗憾 只要站到这个台上 我就满足了 白如云答题答得太棒了 她就那么淡定 就那么从容 你说人家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 读多少书 经历多少世事的修炼 没有 生活就把她变成那样一个人 真值得我们很多人反思 参加诗词大会后 白如云回到家中 生活一切照旧 子母首不限 由子身上一 月经月弥妇 一孔池池归 gracias 这个 薄薄 这数据 我老 Tinder 可以 我 夸 防 白如云的父母住在村子的另一头 虽然他并没有冲入诗词大会的总决赛 达到名次 但家乡人都以他为首 对此老父亲的心里却是百感焦急 我感觉他 特别的震惊 对吧 对大如流 我感觉真是 对我来说 我的十四都忘得都差不多了 什么都记不住了 然后他呢 他就打得非常的好 我感觉特别的骄傲 真的 不是我感到骄傲 全村的人 全县的人都感觉挺骄傲的 因为也没有细问 先看身体怎么样 他这个就是那种 带留生存的状况 我再多说一句吧 对希望咱们这个 所有生病的病友们 你们不要太灰心 就是咱们只要活着就好 活一天就要高兴一天 努力面对现实吧 不要想那么多 一个是嘎到自好 骄傲 请爱运动高兴 再一个我实在是 我嘎叫实在 对不起 对不起 没钱 没这个能力 没能让阿运 上学出来 往高兔去生长 我去什么 想去什么买什么 得了那么节省 我们就做一个小地儿 以后就出门的时候 做啥 拿着这个东西做着 不太凉 就不着凉了 过两天我回来了 再做一个 到医院了 也帮上家 该吃点吃 有事儿 有事儿不少 因为家境贫困 白如云初中毕业就辍学 干活补贴家用 在卫生计 辛劳奔忙的日子里 他总是会利用小小的闲暇时间 悄悄地用诗词 在内心给自己 播种下一个花园 带酒冲山雨 何一废晚情 不知中古报天灵 可能就是天生那种敏感吧 就我记得第一次 觉得那个 想着里边那个 粗霸秋千起来 用争争争争手 那时候不是还小吗 就感觉这个情怀 少女的这个情怀特别好 然后就没事儿就愿意 背这个 然后还有别的 忙忙的也就喜欢上了 他家前几年喂着几只羊 喂着羊 他然后呢 他一边喂羊 一边看羊 一边看书 结果看着看着 那个羊都给跑了 他在这儿看书呢 我说如云快点 你的羊都跑了 结婚生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 白竹云 数据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 喜爱的诗词 似乎也离她越来越远 六年前 白竹云患上了淋巴癌 在医院接受化疗 面对病痛的折磨和内心的恐惧 一次接边的偶遇 让她再一次与诗词结缘 刚开始住院的时候 就是书晚夜了 下午也没事 出去溜达溜达 走到街上 有那个 竹着那片布 摆那个地摊卖书的 正好我女儿该上初一了 她上初中 我想呢 就是说给她 我不是比较喜欢诗词吗 可能对这个事情比较关注 就把那个买回来 想送给她 那个买回来以后 可能是那个印刷上那个失误 偶尔有一个字是错误的 我有时候就想给女儿看嘛 这个里边是错误的 就不想让她看 有时候我就会去里边标注一下 然后自己每天就看这些 慢慢的就又重新开始拾起这个诗词 就当成一种心灵寄托 纠正错误 批注感悟 白如云遇到不同的地方 都借邻居家的电脑一查究竟 没用多久 白如云就把一本书中的 每一首诗词都做了标注 反花势散 诸向尘 流水一停 草自春 当时就看到这个书里边 有一句一答复的那个话 人道中年脸不开 生非容易死非干 我当时36岁 我感觉我也是人道中年了 我生的 生活也不容易 生下去继续生存下去也不容易 然后我死掉我也不甘心 因为特别的 觉得这两句话 特别符合自己的心境吧 最初 只是想给读书中的女儿 留下一本 妈妈亲自教书的诗词作为礼物 没想到 最终 这些诗词 却成为白如云的之音 给了她莫大的慰藉 这个本子 这孩子剩下的 然后我有时候到田里边 去下去干活的时候 拿着书 怕把书弄坏了 就拿着这个本子去背 诗词吧 他以后他还 只要他愿意 他还可以继续他这个诗词 就是这个创作了什么 只要他爱好这个 也可以继续发展 那个协作什么 我还一直支持他 看诗 爱诗 有时候 白如云还会自己提笔写诗 书写心中的感慨 人间彭腐 举欢笑 冷暖 有他若等闲 这首诗是我自己写的 我自己想写的 我不是老看书吗 看这个诗词书看得多了 自己也想写一首 也投稿过 但是只有一首在我们河北 有一个河北卫视有一个中华好师子 他有一个公众号 七夕的时候写那个七夕的 这个是表面上我看这个 他们看可能以为我是在写情人 最后一集几十都看门前述 但是我写的其实是我弟弟 我有一个弟弟在这个 09年吧 到北京干活的时候 失踪了 一直没有联系 然后写的时候 其实想的是我跟我弟弟 小时候我带着他 在我们家门前摘了一棵桃树 现在这桃树都大了 是吧 他还没有回来 所以我中间也问了 游子何叶 你去传音书 就远方的游子 你为什么一去没有音讯 漫长的六年 诗词向知己 向导师 向亲人 陪伴白卓云 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日子 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像他们这些诗人 像那个林白也好 杜甫也好 还有那个王伯呀 像王伯他本来就是 满腹才华那么小 他那么年轻就 应该早逝吧 然后像苏世他们 每个人他都是这个满腹才华 然后自己想着 反正我就是一个平反的小人物 也就是一个小半型 他们这个 都还能经受这么多破诊 我这其实也不算一点什么 再说每个人都会生命 很少想这些不开心的事 所以难过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看书 暂时会转移一下注意力 有的时候实在是 看书 它也虽然说是精神的一味良药 但是你身体上的病痛 我说确实会 难以打响 那个时候就什么也不想 往上被子 批命地想 睡觉 睡觉 睡了我就不知道疼了 白如荀有一双女儿 小女儿今年上初中 她经常和女儿聊诗词 培养她对诗词的兴趣 她的父亲叫燕叔 叫大燕 她的燕姬道就是小燕 她写的这个名字叫 郑古天 郑古天也是一个词拍名 这个是刘一熙 刘一熙 刘一熙写的那个诗特别好发 经过七个疗程的化疗和放疗 白如荀的病情进入了缓解期 每一年 她都需要到石家庄的医院住院复查 明天就是她要去医院的日子 那个 你在哪家听哪话 今天下午你姐就回来了 你回来问她 虽然村口又直达石家庄的大巴 但六年来 白如荀每次去看病 都要早上五点前往村口 当后最早的过路车 转乘四次 到邢台坐火车去石家庄 这家能比直达大巴 节省下一半的路费 首先这二十块钱 够一天吃饭了吧 也不够两天了 够吃两天饭了吧 这一次去医院已经是复查的第五年 白如荀与内心十分忐忑 我不知道我能走多晚 你想借我的力量 一直把我的这一台列车 一直走开 借我的最大的力量 一直走 能走多晚 一路奔故 来到医院 已经是上午十点了 下午白如荀开始了自己的一系列检查 正好你的CG出来了 结果出来了 给你看看 你看看吧 这个病现在还是挺好的 没有复发的什么迹象 这次检查结果也都不错 我们也挺为你高兴的 多谢你们了 刚开始一得病 他就觉得 你看得了这么大的一个病 他就也很紧张 但是他能够从这种情绪中 很快地调整过来 白如荀吧 他特别爱看书 他也比较喜欢古诗词 这次呢 你看他在这个诗词大赛中 表现也挺好 他平常他喜欢 这样的话呢 他呢 让他的心态呢 就特别平和 整个的治疗过程呢 也是比较顺利的 这次检查结果 让白如荀如释重负 新生活仿佛重新回到了 他的眼前 我看到检查结果 说我没事了 现在已经到了环境期 心里特别高兴 特别开心 后来就想到宿舍有句话 门前流水上游溪 门前流水都能往溪流 我虽然是大病初一 但是我才四十岁 我的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 就是希望 自己能陪着两个孩子 他们都够学业有成 身体健康 我自己也能够 尽量的再多陪他们 一点时间 陪他们 陪我的父母 平平安的就好吧 从医院回到家中 白如荀也回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对于诗词 他还有着更多的期待 这一束花大概有一百点吧 这一束下来就是五毛钱 然后我每天能做 大概就是十束吧 有的时候不到十束 一天也就是五块钱 每天这五块钱 我们省着吃一点 就够我们买菜了 但是在插花的时候 我可以看着书 背着诗看 我喜欢这样 因为这个花代表着美好 代表着希望 我愿意在 这个插花的时候 背诗看书 每天重复这样的工作 我也觉得很美好 美花 相自苦而来 春宵一刻 值千金 万有清香 物业 隔关楼台 生信息 秋千乱流 叶沉沉 在诗词的路上 慢慢行走吧 尽量的 再去往深一个角度 再去挖掘一下 自己不懂的那些 但是也没有说 就继续什么伟大的计划 就还是这么平淡的 去认识 看事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